大家好,我是爱元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3.0卡池黑塔SP定位曝光 女同学机制改动 白猫年毁灭来了3.0秒P黑塔技能曝光 新增两套仪器 3.1女同学毁灭登场 首先要说的,就是 有关于后续3.0到3.1卡池角色登场的相关消息了 根据网传的最新消息来看 其中3.0卡池会有两位新五星角色登场 分别是之前提到的兵属性致死层女黑塔SP 雷属性记忆层女阿格利亚 黑塔SP的形象和武器样式也被放了出来 整体来看的话 基本上和之前官方放的那张概念图差不多 就是不知道时机怎么样了 同时在后续的3.0版本会新增两个新的仪器 感兴趣的开拓者们倒是可以期待一波 有关于3.0卡池黑塔SP技能相关 就目前的消息来看 普攻是用钥匙法杖倒挂 像钟表指针一样去攻击敌人 战绩是不太好形容的那种 菱形的镜子扩散在碎裂 黑塔SP的秘技据说有寻找宝箱的功能 好家伙 这么来看的话 但是和拓帕有冲突了 作为新角色 能力自然不会差 不过一个是靠秘技点找宝箱 毕竟不是同一个赛道 黑塔SP作用 估计应该会更明显 拖帕还在买榜 而说起后续3.1卡池角色登场的安排 会有两位新五星角色登场 分别是铜鞋 毁灭 这么来看的话 这位铜鞋角色大概率就是之前提到的粉萝莉提宝了 毁灭大概率是之前提到的白鹅 据说是凯文同位体空降男角色 并且下一个黑塔商店的光追将会是致死 当然了 版本跨度大 保不保真就不知道了 各位开拓者们还需理性观看哈 新穷铁刀2.7卡池越来越近 新五星角色星期日 忘归人也即将登场 各位开拓者们是不是也都非常的期待呢 而说起2月7日 及后续卡池等相关消息也终于来了 一起来看看吧 有关于2.7卡池 两位新五星角色官方已经公布 分别是星期日 忘归人就不多说了 复刻角色的话 大概率是刘盈 波提欧 景元 这三位 不过没有确定 而说起后续的3.0卡池 两位新五星角色黑塔SP 阿格丽亚也会登场 之前提到的新四星角色秉克 貌似也延期了 并不会在3.0卡池登场 而说起3.0卡池黑塔SP和阿格丽亚 下半卡池登场的五星角色是阿格丽亚 雷召唤记忆成女 也就是之前提到的新命图了 至于后续的3.1上半卡池 据说是粉罗莉提宝登场 提宝的定位是样子铜鞋辅助 目前来看不一定是烧血 3.2则是周年庆版本 周年庆版本之后 还会推出皇权级别的角色 之前提到的白鹅定位是C 狭蝶双子女毁灭也没有确定烧血 形象的话是渐变偏白丝 看样子又是一个白毛女毁灭了 烧血机制是万迪的 当然了版本跨度大 随时都有改动的可能 保不保真就不知道了 各位开拓者们还需理性观看哈